回到VOA卫视新闻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 他最近因为没有纠正支持者 称奥巴马是穆斯林 结果遭到了大量的批评 与此同时呢 另外一位共和党参选人卡森也表态 他说穆斯林永远不应该出任美国总统 为什么相关言论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宗教信仰是不是成了美国总统大选的新一轮话题呢 在我们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当中 美国精英的龚小夏就要来为您进行解读 我们先来欢迎小夏 小夏你好 谢谢 小夏我们知道实际上奥巴马是不是穆斯林 这样的一个讨论或者争议持续了好几年 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看到同样也是共和党内的另外一位参选人 前阿肯色州的州长哈克比 他就说了 他说奥巴马总统呢 是给予穆斯林永远的支持 而且在行动上是反犹太反基督徒的 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也有很大的争议 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奥巴马总统的宗教信仰 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这个问题呢 是其实从2008年大选的时候 就一直摆在外边 很重要的原因是奥巴马总统的继父 是一位印度尼西亚人 奥巴马总统小时候在印尼生活 也的确是对穆斯林 对宗教有一定的了解 他的继父也是一位穆斯林 而他自己的真正的生生父亲在肯尼亚人呢 他们也有点穆斯林的渊源 他本人当然是个社会主义者 或者他自己说是个共产主义者 所以这一系列的关于他父亲的背景啊 就引起了很多很多猜疑 我们也都知道美国是个以基督教徒为主的国家 现在还大概有70多的人声称 他们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 那么所以呢 对一个就不是基督教的人呢 就说这个背景的 或者起一些疑问呢 也是一个选民中很正常的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竞选总统的人 都会遭到非常多各种 有时候甚至非常奇怪的质疑 这个很多人说甚至祖宗过往 有什么样的情况都会被调查 都会被讨论 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谈到这个话题 他好像还在持续的在发酵 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参选人 这个班卡森 他在被记者询问的时候 他自己就提到 他觉得穆斯林永远都不应该来出任美国总统 因为伊斯兰并不符合美国宪法 详细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一方面来说吧 我觉得就是卡森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我认为就是 我不会支持穆斯林当总统 就说他是没有时间定义的 那么实际是说他自己现在永远 他再也就20年吧这么说 我觉得美国宪法中 美国的宪法非常有意地做出了政教分离的规定 那么总统的资格跟总统的信仰是没有关系的 我记得当初就说应该是70年80年以前 美国人也说我们永远不会选一位天主教徒当总统 结果后来当肯尼迪上台的时候 他就成了第一位天主教徒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是开放的 这个整个 但另外一个方面说呢 这个因为穆斯林 它是个政教合一的宗教 而目前的穆斯林国家 就很多地方啊 像特别像沙特这样 他们的政教合一的这个倾向呢 还没有完全分开 所以这也是会引起很多美国选民的疑虑 说卡森说这番话呢 是有这个背景的 是 这个小夏的说明非常的详细和清楚啊 我想观众朋友可能也有更深入的了解了 那么最后我们还有大约30秒时间跟我们谈谈 到底这次的所谓穆斯林言论的相关争议 有没有对大选的民调产生一些结果 还有我们知道上个星期举行的第二次电视辩论会 最新的民调结果是怎么样呢 很有意思 上期其实原来是共和党里的民调 在辩论之前川普第一卡森第二 这次成了川普第一 原来惠普的前女总裁菲奥利娜排了第二 她表现非常出色 而且她从原来3%一下升到15% 升了12个点 而川普呢从就是一下子跌了 她虽然还是第一位 她跌了8个点 所以这个中间呢 有很多就是目前还在 大家都还在洗牌的阶段 所以还得慢慢洗 还值得我们来继续关注 非常感谢小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么观众朋友们 VOA为是我们在每个星期一 为您推出的小夏看美国栏目 要带您关注美国大选 还有时事消息 在我们今天栏目的文字 还有视频 都会看在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我们欢迎您登陆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VOA Chinese